我快拆完了 这边有三股小辫子 三股小辫 关于我这个脏辫呢 其实大家经常会有很多问题 我今天就逐一解答一下 第一 我是什么时候弄的脏辫 我是18年的3月份 当时去东南亚玩 然后中间去了泰国 之前就有我老师同学 跟我说泰国好多遍地 都在有人弄脏辫 可以试着弄一下 还挺便宜 比国内便宜好多 国内像我这样 拳头的脏辫大概两三千左右吧 在泰国那边好像是 240核人民币 还是260核人民币差不多 说到这其实好多人 特别感兴趣说脏辫怎么弄呢 就是先把你头发一捋 这样捋出来一根头发 这样 完了拿那个勾针这样来回的 把里面的头发这样来回打结 抽插 其实就跟羊毛粘玩具一样 羊毛粘最开始就是一团毛 然后拿那个特别细特别细的勾针 这样插进去 然后把刷插进去 把那个整个毛 这样它就会打结 交叉在一块 全部都是结 所以脏辫也是一样的原理 第二就是脏辫日常打理事项 大家不要再问说那个洗头怎么办 把洗发水倒在沐浴球上面 然后做粗粗粗粗出来泡泡 直接在 头上这样打 不能用洗发水的原因是 在洗的时候它会浸到脏面里面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把它洗出来 就很难 那个洗发水9090就会 握到脏面里面就会结结 所以洗发的时候一定要用沐浴球打 洗发水才行 每隔一两个月要去找脏面师 给你重新打理一下 主要的就是把这些撕出来的头发 然后再全部塞进去 第三 为什么我现在要拆脏面 就是因为我像刚刚说的 洗头发了之后 特别麻烦 你不能直接躺着睡觉 你必须要等整个头发全部干透了之后才行 这样的话通常要到三到四个小时 我要么是必须早早的回家 可能六七点就要回家 然后就要非得洗个头 然后等着 要么就是我可能晚上忙的晚了 可能十点才洗头 但是这样就可能要等到一两点 等它全部干透了你才能睡觉 它还没有干透你躺在床上 你后脑手这部分的脏面 它就会这样互相压在一块 睡一觉起来 它整个就会有那种粘连 九十九只的话 你整个头发就会变成一个大饼了 脏面怎么拆呢 我之前有看网上的一些视频 说的是要抹那个椰子油 我是当时没有买到椰子油了 但是我回国的时候有试着 配一些发油啊 或者什么再去梳 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因为从头到尾这样梳的时候 你你哪怕有椰子油 或者发油什么 它就只是在表面 它没有办法说进到根里面 然后去让梳开 它都还是 该疼还是会疼 那我们现在就来梳一根 就它吧 它是最头顶的 只有一根脏表 还是比较正常的一根脏表 拽着自己这个头发的根部 然后这样一点一点 我一般会先不要直接就整个插进去 插得很紧 这样梳你其实是梳不开的 就在表面 就像是这个阳光栈 顺着它的表面这样 慢慢往外刮这个小黄 把表面的先刮开 然后它整个脏表一变细了 然后再梳里面的头发 那梳一会它就会有大概这么多头发 就被梳下来了 其实人正常的时候每天都会脱发 但是你看我这个头发 它哪怕发根已经脱了 但是它整个头发还是在这个脏辫里面 所以它其实掉不下来 它原先已经掉了这个头发 就会随着你在梳的过程中一块梳出来 每一根脏面都会梳出来 一大坨已经掉了的头发 还挺吓人的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把这根头发 它90%的地方全部都已经梳开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基本上每根脏面也会发生 就梳到根的时候 你其实这个梳子不太好进去 因为有可能挂到别的地方 而且也因为它离头皮太近了 所以它就梳着梳会特别疼 就特别麻烦 所以一般到这个时候 就是到根大概只有这么长的时候 我就会手动的这样 慢慢的把它们 这样分开 手动的这样撕一点一点的半 每根头发这样拽出来 也不一定是每根头发的 大概就是 可能十几根头发一次 这样往外拉 往外拽 然后可能这上面缠了一些别的死的头发 比如说像 现在我这样 就拽下来一左了 看到吗 像个美方博主一样 把你们看一下这个头发 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到每次到根的时候 其实也挺慢的 基本上这根头发已经梳好了 基本上这根头发已经梳好了 不然我们看见 这样都看见了吗 这样都看见了吗 好我现在要把它 分成三股 绑成一个小麻花片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 看一下 对 这些就是我刚刚 梳下来的 脏的头发 大概就是这么多 所以可以看到 基本上一根脏辫 就要梳出来这么多头发 好 以上所有内容呢 全部都是去年上半年拍摄的 然后我最近也是因为疫情在家 所以就想着把之前 没有甜的坑给填上 把之前的素材剪出来 做成一些视频 然后发给大家看一下 主要也是很多人 一直来问我关于脏辫的问题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一根脏辫 其实拆出来了那么多一坨头发 整个所有脏辫拆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有这么多头发 全部都收集了起来 我还不知道要干嘛 没准将来做的作品 什么都有可能 我先留着大概就是这么多 整个脏辫 其实我大概就是 可能两三天三五天拆一根 其实速度非常的慢 关于这个脏辫呢 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希望这个视频的内容 对所有想留脏辫和正在留脏辫 想要拆脏辫的人 能够有一些帮助吧 接下来我应该也会陆陆续续 去把之前拍的视频给慢慢剪一剪 然后看能不能更新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就这样吧 那我现在就是洗完 然后基本上是晾干的状态 哈哈 相机就卡了这么一段不完整的素材 好吗 好吗